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笔MS每周AI速览,我是一笔,谢谢大家2025年一路上的支持及肯定,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马到成功。 如果说2024年是我们学习如何和AI聊天的一年,那么2025年笔的这一周正式宣告我们进入了AI替我们工作的全新时代。 这一周不仅有科技巨头的重磅收购案,彻底改变了软硬体的版图,更有生产力工具的革命性升级,以及台湾与中国在法规监管上的重大里程碑。 今天的内容含金量极高,我会帮大家拆解Meta、Google、NVIDIA的最新布局,以及这些变化具体会如何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本周头条。 首先,我们来看本周最震撼业界的消息。 Meta正式确认收购了AI新创公司Manus。 这笔交易为什么会是头条? 因为它标志着AI战场正式从模型军备晒转向了代理人战争Agentic AI。 大家可能对Manus比较陌生。 这家公司非常年轻,在2025年3月才推出产品,但它的成长速度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Meta买下的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已经被市场验证的超级大脑。 Manus的年化经常性收入ARR在短短10个月内就突破了1.25亿美元。 为了让大家更有感,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同样达到这个营收规模,企业软体巨头Slack花了三年,Shopify花了七年,而Manus只用了不到一年。 这家公司宣称已经处理了超过147兆trillion个token,并降立了8000万个虚拟电脑环境。 Manus不像ChatGPT或MetaAI过去那样,只是凭你聊天的大脑。 它是一个拥有数位守的通用型AI代理。 它拥有自主行动能力,可以打开浏览器,点击网页,填写封表,筛选履历,甚至能独立编写程式码来建立一个SEO排名第一的网站。 简单来说,过去的AI是你问他答,现在的Manus是你给指令他去执行。 想象一下,未来整合了Manus尽数的MetaAI会直接内建在你的WhatsApp或Instagram里。 你不需要再跳出硬样程式,只要对AI说,帮我规划下周去东京的行程,比架机票并直接并定, 然后把详细行程表发给我的旅伴,它就能自主完成所有繁琐的步骤。 对于我们创作者或创业者来说,这意味着事成调查,竞品分析,这些耗时的工作,都可以全权交给这个AI代理人去执行,我们只需要做最后的决次。 除了Manus,Meta本周还给了创作者另一个大礼包,MetaAI与图像生成霸主Mit Journey达成策略合作。 现在你可以在Meta的生态系中免配使用Mit Journey的技术来生成图片和影片。 我们都知道Mit Journey的画质是业界顶尖的。 现在透过MetaAI,你不仅能生成具有电影质感的光影图片,还能制作出运镜流畅,情感丰富的影片素材。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到Google。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介绍过的笔记神器Notebook LM吗? 它最近被挖掘出一个隐藏的重磅更新,讲座模式,Lecture Mode。 Google正在测试一项新功能,能把你上传的资料一键转化成长达30分钟的独白式讲座。 注意哦,这次不是两的AI在聊天嘻嘻哈哈,而是一位AI教授针对你的资料进行深度的有逻辑的知识传递。 它能处理你丢进去所有的PDF文档、网页文章或笔记,然后像大学教授讲课一样,有条有理地解释复杂的概念。 这不是死板的朗读,而是真正的教学。 这个功能的应用场景超级广,学生可以用它来做考前复习,把好几百页的讲义变成通勤时能听的30分钟重点课程。 职场新人可以用它来快速吸收公司啰啰啰长的规范手册。 我们创作者深自可以用它来把收集到的原旧资料,直接生成一支Podcast的初稿。 关于Notebook LM讲座模式的详细实测,以及更多进阶的应用技巧,我在12月28日发布的影片有完整的深入介绍。 强烈建议大家点击右上角的隐私卡或下方的连结,去看看保证会打开你的学习新世界。 硬体战场上,霸主NVIDIA没有停下脚步。 他们宣布以20亿美元现金全资收购了AI新创公司GROK。 GROK最出名的就是它的LPU,这是一种专门为了加速大型模型推论Inference而设计的晶片。 NVIDIA这次出手,直接买下了GROK的核心技术团队,排除了云端业务。 这显示出NVIDIA对于推论速度的极度重视。 GROK的技术能让AI模型的反应速度快到像人类直觉一样快。 这项技术补足了NVIDIA在即时推论上的拼图,巩固了它在AI硬体的领域的护城河。 虽然这属于底层技术,但我们使用者的影响是直接的。 这意味着未来的AI实物响应速度会更快,延迟更低。 当你在跟AI语音对话的时候,那种转圈圈思考的尴尬屯顿将会消失。 人机互动会变得像真人对话一样流畅。 最后,我们必须关注政策面的重大消息。 随着AI能力的飞速提升,法规监管也终于跟上了脚步。 这周台湾与中国都有大动作。 首先是台湾。 就在2025年12月23日,台湾的人工智慧基本法正式三读通过。 这部法案确立了台湾AI发展的七大指导原则, 包括永续性、人类止逐性、隐私保护等。 它采用的是风险分级的管理框架, 将AI分为高风险和一般风险来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 核心精神是在鼓励创新与风险控管之间取得平衡。 关于台湾AI基编法的详细条文解析, 对产役的影响, 以及如果你正在准备IPAS考试该注意哪些考点, 请一定要看我12月25日发布的影片, 那里有最完整的蓝版书和深度解读。 镜头转到中国, 中国国家网信办最新发布了 《人工智慧倪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这是一份针对倪人化AI的强力监管政策。 这项法规针对的是所有模拟人类平革、 思维和沟通风格的AI服务。 有三个核心重点你一定要知道。 第一,强制显著标示, AI必须在显著位置告诉你我是AI, 不能假张是真人,混淆是听。 第二,反情感操控。 严格禁止AI设计以诱导使用者产生情感依赖 或是进行虚假的社交互动。 法规明确禁止利用演算法操弄或设置情感陷阱。 第三,防沉迷视统。 这是史上最严的规定。 如果你跟AI连续互动超过两个小时, 系统必须强制弹窗提醒你休息。 如果AI侦探到你有极端情绪或过度沉迷, 甚至要主动兼入, 由人工接手。 这有什么影响? 这对于目前正火人的AI伴侣、 虚拟恋人产业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未来的AI产品在设计上, 必须在逆真和清醒之间画出明确的界限, 不能在无限制的迎合用户的情感需求来赚钱。 最后,让我们快速回顾今天的重点。 Meta收购Manus, AI正式进入Agent时代, 从聊天机器人升级为能帮你订票、 写程式的执行者。 Meta X Meet Journey, Meta生态系内免费生成高品质图影, 创作者必备的神器。 Google Notebook LM将会推出讲座模式, 30分钟AI教授读白, 学习效率翻倍。 详情请看我12月28日的影片。 NVIDIA收购Groak, 20亿美元布局, AI推论速度将迎来大提升。 法规监管, 台湾AI基本法三读通过, 详情看12月25日影片。 中国发布倚人化AI新规, 限制连续使用两个小时, 严防情感沉迷。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在这波AI浪潮中站稳脚法, 利用这些新工具提升效率, 同时也对法规趋势保持敏感度。 请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